他牢牧 這樣的人 蟑螂一樣的人 好 今天國際又有大事 香港也算是有大事 所以就需要好好談一談 主要香港民主黨終於叛亂反正的民調 四法三個香港人反對 我一直以為他以前做的那個 這個民調是重要的 是不是? 但是遲早好過不做 民調沒什麼人理他 你的議員都沒有過 當然沒有了 但是你竟然也有 起碼網上有留意 民主黨終於出來了 終於捨得做這個站在人民的一邊做一個民調 做一個民調 據說七月 Jason經常引用他 七月的民調就說香港人支持防疫 支持疫苗頭痕症 我都不想吵架了 廢話 你做民調 你要時事做 還有你要想一下 除了民調之外 我如果這麼喜歡民調 我就看香港的民調東芯 或者我叫一些朋友 不政治敏感 我自己組織一些人做一下民調 洗腦你民主黨做什麼? 你有個Stand 是不是? 現在講的那些情合理很多了 這麼快抄我視頻的 那些觀點 VOA Voice of America 最詳細 網上有 但是香港報紙好像明一都有 叫做報 其他都不報的 民主黨 這次什麼東西? 你說的東西跟那個廢話 跟岸伯伯差不多而已 是不是? 鬼不知道什麼 現在全人都撲出來 抗議這個管控過疑 郭伯又再做這個 又再做這個 司法覆核 疫苗通行證 要取消 安心出現疫苗通行證 嚴重影響經濟 用不著你出來講呢? 是就麻煩你早點啦 你不要以為你做啦 我說伯伯會贊我了 終於做事 經常說我們不做事 當然要做啦 我叼咎你這麼遲才做事 你笨不笨? 是 盧建希指示民質疑防疫政策口齒搏給我 我這個講了整個禮拜了 是不是? 沒有國際競爭力影響 每個經濟學家都可以講啦 是不是? 防疫政策口齒搏給我 這個我是不是吊了三天了? 你才出來講 是不是? 引用我不需要一定講我 不過你肯聽我都高興的了 是 那現在已經不是緊急洩揚了 我講了很多人了 堅伯都去了做JR 你們又不做JR 你政府是不是? 始終這個老帝國 民主黨還有人報他 他散明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萬五拍就真是的 連玉寬都搶了薑 你才現在報 都給過這樣的遮掩 我們都當你一宗重要新聞 包括我 大家都真的錯愛得很緊要 對民主黨大家 是不是? 都不吵架他 最初還做一些錯誤民調呢? 錯誤的 我認為最初那個八月那個 還是七月呢? 竟然說九成人支持八成 你九成了 現在呢 老實實啦 不需要說啊 又不是看這個形勢 又做一個保惡民調吧 十二、二十四日到上星期六做的呢 就是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 不知道什麼電話了 好了 成功訪問853個香港市民 這個不合格的 你都不夠一千人的sample 不夠一千人是被人七二的 你做多一點點都不行 訪問多兩百 百多人都不行 百五人了 訪問 結果現在76個百分之的市民不同意 當他認為新官是緊急事態 當卓堅早做世道的 希望康文看到這個 應該看這個新聞的 那就起了少許作用了 剛才 就是 醫療政策的人袁凱文又說就來不幹了 真的 就是這樣的黨 我也認識很多人 還在這裡 喂 香港人水深火熱 民主黨吃了香港人奶水這麼久 錯愛了你們這麼久 不可以就這樣退 我都不願意退 是不是 民帖都不退 街工都不退 小單位還誓死在這裡努力工作 是吧 危機層在這裡 出聲道小小的 是吧 你們不可以隨便 最壞當然是公民黨 我看到他們還是正正經經在這裡搞這些事情 都OK的 都OK的 正面看待你的 是不是 不要經常說我踩你了 不是意思 不是踩你 這次早點出來說 你不要等我 你先看完形勢 沒事 我都沒有被抓 我們都不怕被抓出來抗疫 你一般人是失望的 你知道嗎 明報都輸了社論 無費零加零 只能靠特殊就辦解決問題 現在整個趨勢都是這樣 上個禮拜也看到了 金融這些 就是這樣 幫你報 國獨佩克真是詳盡 但我不想這麼詳盡 重複這些事情 是不是 就事如此 講那麼多 是不是應該救呢 救呢 民主黨 民主黨叫做了民調 我當是將它擺在頭裡 可能給你面子 其實想把你殺在最後 在我的時候最後 以致我看不起你 叫做報讀一下你 做過一些事情 給你幾分鐘 賭讀你 大家喜歡看它的所謂異見書 那個異見書 母親是女人 母親是女人 是不是 我們香港還有很多東西值得說的 是不是 包括那個針症呢 就明天就到期了 現在有960人還領了新的免針字 就是你兩萬張 其實有一千個就打針 有一千個就領了新的免針字 但是呢 七個西醫這個免針字 大家都知道 郭伯就 部分醫生說法律問題不快免針字 冒險打針 這個就是醫學的病人權益會的醫生 林志豪說 見死不救醫生 我不太同意 你聽我為什麼 不過他說見死不救 就說因為萬六張就仍有效 持有免針字 960人領了新的針字 二千二百人 以至最少一劑 就是有兩千人就打了第一劑 開始被迫 政策先 病人政策先 林志豪昨日 在商台節目表示 部分醫生因為可能導致 法律後果 而不願意發出免針字 甚至拒絕提供醫學評估服務 強調醫學評估是醫生 提供正當合法的服務 他批評部分醫生 見死不救 醫生是否見死不救 是可以批評的 但是呢 那個人是不是死呢 不是 那個人可不可以找另一個醫生 可以 是不是可以 是嘛 所以他不是見死不救 還有幾天時間 你就去找其他醫生 我就不願意提供這個服務了 那我說明我不想冒這些險 那行不行呢 在我們來說 你醫生 或者我們可以求這些 KOL 你屌糕政府 不夠我 戴上頭盔說話 你屌糕了 你可以死了 不行的 我們都不敢要求 現在的政壓 每個人都求情 你都沒有人屌他 還有人保護他 那些KOL走了去外國 還拿了Patreon 還有人給他 很同情他 為什麼你不同情這些醫生 你以為醫生很厲害的 醫生啊 有個醫學的牌照 讀十幾十年書的 這樣都不為民請領 對 律師不為民請領 不過如果你一為民請領 沒有了醫生牌 沒有了律師牌 你怎麼樣 一輩子的努力就沒有了 那你是不是要顧忌 或者你承受得起呢 如果你自己打一針 承受得起你就打了 是不是 你不可以監獄人打 你理論也是一樣的 你不可以監獄醫生 沒有這些事情 我不做幾百塊生意 很少的事情而已 在醫生來說 不行了我不做了 我沒有告訴你你有問題 我也不想檢查 我也不想做這件事 醫生不是律師 他不懂法律 他只是感覺而已 很危險啊 那我不做了這樣 你可以說他好像不很專業 醫得有些規限 但是有沒有法例 監獄醫生一定要接 大律師也有 大律師 他是專業守則 是吧 但是你真的有一個理由 有一個合理理由 你不接案件是OK的 律師 我有理由衝突 或者這個東西不是我專長 總有一堆理由 總之是合理的理由 醫生呢 沒有啊 我不想做這個醫學評估 為什麼我不想做呢 你醫生可以評估到我危不危險啊 我是評估到你不危險 所以你不應該打 但是現在不是一個合理的情況嘛 現在這個李家超握槍的 那個醫肝的 醫生、膝頭和醫肝的 盧寵茂 他們作主嘛 而他們有個強烈的政策 要人打針嘛 是吧 那他們既然是這樣擺出來 已經恐嚇這樣的性質了 那醫院的醫生不敢 那為什麼醫生一定要幫人評估呢 他們都不願意評估 那你為什麼要賴那個醫生呢 個別醫生呢 所以這七個醫生在某個意義上 他是偉大而勇敢 我一定要讚他們 因為你在黑社會的環境裡面 你也可以黑社會意思 你知道嗎 那你好了 你民主派 為民請命跟著縮骨 那些KOL 跟著你還說 好吧 算了 我心安處他辛苦的 他辛苦的 他走就走了 你都不怪他 你為什麼要怪醫生 如果你 當然什麼人都怪我 像我這樣 我現在不是不怪他 我認為我 給你一些比喻 如果他處於一個黑社會的環境 他也沒有說你沒事的 我覺得你也沒事的 不過我就不賺你幾百元了 不好意思 那有什麼大的罪呢 他也真是承受不起 那兒子老婆亂供樓 不可以失去醫生牌 人家的損失這麼大 那你為什麼不罵這個醫學制度呢 為什麼你們公民抗命出來 改變這個這麼不合理的制度呢 為什麼那些政客不出聲呢 那些民主派政客去哪了呢 你要靠這個欲歡 要靠這個退了優又退了優 三十年的郭卓堅老先生 靠我這些死靜種在那裡 死不斷你 一定是要罵 來出聲 維持社會少少一股正氣 那你們各個人都有責任 我不是說那些責任去了 那些不打的醫生 也不應該把責任叫了民主派 那些人他是出糧的 我都明白了 他是吃飯的 那些這樣的 我怕人家跑去台灣那些 是嗎 芒果佬那些 一向我都知道他是這樣 是很便宜的 一向都知道 那些人唇敗他 德國人那些 哎呀呀 超山那些 一向都是這樣 你們唇敗他 還幫他說話 我明白 那些我明白 為什麼你們突然間 我想打針 我不想打針 我想拿醫生紙 每個醫生不給 那就見死不救 是不是 當然這個 這個 他沒有說錯 的確是見死不救 但是你說 見死不救的人何其多呢 為什麼一定要怪一個普通的醫生 還有為什麼你們不一起努力 推翻這個 大家不一起努力 而走去怪這些醫生 有盡力沒有呢 如果自己盡力了 這樣 會否避到呢 是不是 不打工會死嗎 真是不死得的 有些事情 是不是 如果你真是知道 一定中打針會死 你都不肯打 是不是 一定沒有那份工 都不打 是不是 永遠每個人就希望 人家扶起這個責任 自己就不肯死 在冒險 那這些是不是自己有責任 大家想想這個問題 大家都有人出力 這件事很容易辦的 你們這些死老鬼不斷 嘟嘟嘟嘟 我怎麼吵都沒有用 是嗎 我都會吵 我都會吵 結果我都吵到 一班死老鬼不肯去打針 我們是給一些掌聲自己 我們是少數有智慧的人 對不對 給一些掌聲自己 不容易的 絕對不容易的 是嗎 能夠保立特行 頭腦清晰不重俗 不見人去嘟嘟嘟嘟 這個絕對不容易的 新的消息 淚醉病 我一看我就聞到一股脏了 周五看憲 被淚醉 周五看憲 你法定情報傳染病 這樣呢 你說猴斗 是嗎 又說打針 哪是真的 猴斗正在打的 你知道嗎 十二五開始打 你知道嗎 你上網查一下 猴斗 免費 多開心 你老闆打了沒有 你打了沒有 沒有 現在不用限了 遲些就限你了 你不打了 你不戴頭 他就不會拘捕了 你明白嗎 你這麼聰明 這次不想當 不要了我等下一次 但是淚醉病 好做的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你知道嗎 淚醉病 現在呢 九個病人離世 六男三女 年齡介乎 五十四到九十三 五十四到九十三 就是老人 我們為了保護老人 就是要他打針 快點安排他打針 病疫苗 那些消毒員 我們又開工 又出去銷藥出來的 九宗都做不出來 死了九個人 一個私後 酒市是奴彭龍 那些什麼 跑出來 叫生叫死 老孩子很危險 打針 來了 不知道打得怎麼樣 整個星期五來了 你現在鼻淚醉不打 那些針又未到 就要地排隊出來 就叫私學員開工 到時候 漸漸就吃完氣後 你這死老的東西 就會嘟嘟嘟嘟嘟嘟 你準備打就行 九個死了 你一看他的情況 七八四的深水埗 深水埗區和黃馬要見什麼的 全部要打針 深水埗先打 是不是 然後慢慢擴展到其他區 只要它擴展的時候沒有人阻止它 沒有人反對 只有幾個人吵 它就逼人打 這盤生意 什麼產業都在衰 現在香港 唯獨這些打針 環球那些檢測這些 不斷以檢測而已 防不了疫苗的檢測 你知道嗎? 你覺得它防不了疫苗嗎? 但是它是要你照顧 還有民主黨都贊成的 做民調贊成的 不出來吵架它 現在才借民調出來表達反對的意見 今天11月中 陷家剷掉了 已經 那七月六月已經狂曉了 應該是 四個月左右就應該開始了 那時候三四百宗一天 應該是復了上的 袁國勇也叫大家不用戴口罩了 你們這些民主黨的人做民調 撐它 撐它繼續 你不是反映民意那麼好 你們這些小政客想的事我不明白嗎? 算了不罵你 你都叫做一件正經的事 小可做一件正經的事 那麼呢 雷錘病呢 奪令雷錘病 試若深水埗 上個月區內已經23宗了 林家產 再公佈多一個老人 八十九歲死亡 這個是有多種長期病 入院後才發現有雷錘感染 病雷錘感染 截止昨日 深水埗就要十鐘 總數九鐘 要開會啦 區議會啦 房啊怎麼樣啊 什麼物物啊那些 那些什麼議員都要救啦 怎麼測啊怎麼成的 那我也免得說這些 沒什麼意思啊 但是總之呢 大家知道啦 就是說呢 要打多少針啊老人 我一針看看 流感 COVID-19 Omicron COVID-19就不是Omicron了 Omicron沒針打的 沒針打的 外國不嚴格 Omicron當然是疫苗的 現在還是貨這個 有一隻二架疫苗開始可以打了 COVID-19有得打 二架疫苗都打 打了沒有 就是這個 流感 COVID-19 二架疫苗 新東西來的 新打的 還有猴斗 猴斗開了 開了工了 十五號 免費啊 免費啊 多少億你啊老爺 還有現在 接著會打這隻 很快啊 等他來 那沒有藥出當然不用怕 什麼不要恐慌 一有藥出 很恐慌 醫生啊 蕭若元戴桃馬啊 很多危險啊 死了人啊 你看死了幾個 其實這個情況現在救揚 全都是老爺 長期病壞 即是不幸地 我自己給一個人傻子 你不想死呢 就設法改善個人的健康 以後就遠離 盡可能遠離西藥 那些這樣的 降血啊 藥啊 糖尿病一些 特效藥啊 總之這些這樣 吃少一些 慢慢標回自己的抵抗力 是不是? 不要每年都打流感染 是不是? 另外戴口罩 因為一般是防倒的 少跟別人接觸 改善身體狀況 那你就耐心一點 如果不是呢 打夠齊它呢 那你也是會死 打不打你會死 是不是? 打夠齊它呢 你就不叫做不死於 不死於這麼多疾病 不過你就深刻死於不知道什麼事 那一早起床就死了 是不是? 因為你沒有看過你不知道什麼事 那就死了 自從Omicron 很多人突然間死了 包括廉政專員那個 什麼什麼邵光 就是這樣 廉政專員還是兩個位都做過 前這個保安局局長 很多人急急死了 因為你身體沒有了自然的抵抗 老了 跟著就跟那個什麼無關?當然無關 就是這樣 算是這樣 說得快又齊整 是不是? 叫他講了 今天有很多話題